连江黄旗至马祖白沙客运航线2月19日恢复通航 马祖县长王忠明搭乘该航线抵达福州 开启为期四天的福州参访之旅 这是其上任来首次率团来福州 在容期间,王忠明一行将与福建省福州市及马尾区 连江县的有关部门单位座堂交流 恰堂推进辅马交流与合作事宜 当天上午10点30分 搭载着59名旅客的急顺9号客轮黄黄始路 福州连江黄旗科与码头 王忠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借助此次参访协商赴航的细节事项 让航线恢复到以往的状况 我们要见证这三年之后 这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另外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资旅 能够把一些开通的细节的事项 我们再做个协商 让它恢复到以往的状况 这是我们这一次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马祖面临闽江口 连江口及罗元湾 与福州紧溢水之隔 黄马航线自2015年开通以来 以安全运营5580行次 输送旅客19万5180人次 为便利两岸民众往来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祖可以说 位处在明江口外 福州跟马祖来讲 是最近的一条航线 可以形成一日经济生活圈 无论旅游 宗教 文化 经济 体育 都可以互相的往来 那促进两岸的交流 跟人民的来往 我想是有正面的注意 王忠明表示 此行将把在马祖与福州 建设海底缆线纳入议题 双方进行讨论 对于福建将启动的 向马祖远期供水工程 大路段前期工作 马祖方面也热观其成 通水 通气 通桥 等等 我们当然热观其成 因为一日经济生活圈 这些是民生的必须的 马祖的乡亲 很多都在大陆自查 也在创业 也在就业 一日经济生活圈 是未来我们生活 互相沟通的一个 主要的管道 经济互相交流 都有在做 希望借着这一趟之旅 把以前有的 我们把它恢复起来 不足的地方 把它补起来 我们诚挚的邀请 我们的所有的乡亲 一起到马祖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